每一個蛋都有人選 是 Ivy妳選3 全場只有妳是3 白麵條 不過我覺得那個麵 就是跟主食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它拌碗的量 應該跟飯是差不多的 幾乎同等量 對 那妳們咧 來 白雲 是這樣 因為剛才那個素卿有講過 這個吐司是很高級的 是不是很高級 真的 妳要回到想睡的狀態 是高級I 高級I 你少聽我的I 對 妳根本聽不懂英文 我剛才有片刻有一點 有點迷失了自己 忘記了 很高級I 很高級 高級I 高級 高級I 所以說 算是有半碗飯的這個感覺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對 是這個意思 應該是這樣 佩潔 我為妳跟她統答案 感到有點擔憂 對 我都想換了 妳換 換沒有關係 對 好了 我先堅持一下 妳說妳 因為我有聽過吐司兩片 好像就等於半碗飯的這個道 妳聽誰說的 是不是素卿講的 不是 不是 他講高級I 他也沒有講高級I 你也聽錯 所以我覺得 依稀記得 應該是吐司這樣等於半碗飯 兩片 依稀記得 這就看她有沒有認真在聽課 對不對 後面選一 對不對 來 詩雲 饅頭啊 對 因為我覺得 吐司最不可能 因為吐司是最熱量最高的吧 就是三個比起來 所以妳是說 那個佩潔完全在亂聽課 對不對 我覺得佩潔被反應歌影響 怎麼連你們都看出來 所以是不是 她不敢亂舉 亂舉 對 好 妳覺得饅頭 我覺得是饅頭 好 營養師 佩潔是有答對 但是一半而已 其實 但是答案不是佩潔的答案 答案是三 答案是三 對 白麵條 I mission 對 全場只有妳對 是 果然是姜是老的辣吧 這位老家 妳好 妳比我老 妳聽什麼說我 其實在減肥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鼓勵就是 要學一點分數的概念 最好最簡單的學習 就是什麼叫半碗飯的量 就有時候我們會希望 你的澱粉是多樣性的 因為你不可能 可能365天 不可能全部都吃飯 會吃到麵 有人會吃到饅頭 有人會吃到所謂吐司 所以你就要知道半碗飯 要換成這些澱粉要怎麼換 那基本上半碗飯都等於一碗的麵 就一碗的麵 所以它其實就是答案就是三 好少喔 對 然後確實 剛剛佩潔講到 半碗飯等於兩片吐司 這件是這樣子對的 可是那個吐司叫做 就是有一點像是 它不能大吐司 跟這個不一樣 又包又那小 但是因為其實它小片 有一點像是你烤肉的有沒有 那一種包肉片的 就是一條30的那一種 這種一條80的不行 高級的不行 高級 加進好不能吃這個嗎 熱量都太高了 也可以 但不是半碗飯的量 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市售的那種 那種麵包 就吐司這樣子 一片其實就等於半碗飯 所以很多人不曉得 這也不正片 這也等於一碗飯 這樣等於是一碗飯的量 那這樣太不划算了 這樣才還吃不飽 對啊 那真的寧願吃飯 然後饅頭的話 如果是像這種比較稍微大顆一點的 白饅頭的話 那半顆是等於半碗飯 那一顆就是其實等於 一碗飯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看 如果說你一餐裡面要減肥 其實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半碗的澱粉 就是所謂的兩份 就是說半碗的飯 或者是一碗的麵 或者是兩片又小又薄的吐司 對 不是高級的吐司 是又小又薄的吐司 或者是半顆的饅頭 這個Nicole可以替換 然後再來就是蔬菜 蔬菜的話就是一整碗 對 就是像剛剛提到這個 一整碗的蔬菜 對 然後如果是所謂的炭水化 那個蛋白質的部分 就魚或是肉這些 雞啊 魚肉 以女生的手掌 大概就是一個手掌大 這樣 那就是一餐的組合 就是有澱粉 有蔬菜 有蛋白質的量 那如果像剛剛有拿出來地瓜 其實我覺得地瓜 是這幾年大家會問到 因為現在便利商店很多 在賣地瓜 對 那什麼叫做半碗飯的熱量 換算成地瓜的話 如果你要 因為你買地瓜會秤 對 大概就是110克左右 所以其實很少 你看它那個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這樣是110克 這起碼要吃個四份 才有感覺 對 所以很多人不是吃一整顆嗎 然後他跟我說 我吃好養生喔 我都吃地瓜 那我都不敢吃飯 那為什麼我每次減肥 都還是減不下來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地瓜吃多少 有人很喜歡吃地瓜 吃一大條 有沒有 就這樣吃才過癮 對 然後我幫他蹭完之後 我說你這個地瓜 是1.5碗飯喔 他就覺得不可思議 那餅乾 大餅乾 餅乾是一個很風險值 就是說很多人他在下午茶 或者是早上10點多吃餅乾 他不覺得那個是 就是他可能覺得是零食 零嘴 對 但是那邊 那六片也等於半碗飯 太亮了 兩包你就吃到一片 就是三片一包嘛 你隨便拆個兩包吃一吃 才六片 對 你真的可能五分鐘內 你就吃了半碗飯的那樣 天啊 聽他這麼一講 我覺得是 我還有蠟燭 我還有蠟燭要配菜 不是要告訴你 你一直要帶他去彭泥場 是為什麼 為什麼 不要啦 那餅乾不是很高鮮健康的嗎 對 但是其實你仔細看喔 這邊的澱粉裡面 最不建議的就是餅乾 因為餅乾裡面有 還有包含還有一些油脂在裡面 那你吃白麵條 白飯的地瓜這些 至少它不會有油脂 所以其實加工品的澱粉 都是放在最後 最不好的選擇 那邱醫師 你叫我們要聽你的 那真的要吃澱粉 三餐要怎麼分配啊 如何拿捏呢 其實像昌明這種 又愛吃地瓜又愛吃飯 這個怎麼樣讓他熟悉 沒救了 其實還是有救 還是有救 謝謝你沒放棄 我先跟你們講 一個人的生理的一個現象 我問你們 你們早上一起床的時候 所以要趕上班 趕公車 趕捷運 是不是會比較 好像膠感神經就會 比較提升起來 對 你們知道這個時候 身體產生一個反應 就是 所以你那時候 一開始不會覺得餓 可是你到了辦公室以後 停下來以後就 好餓 就想吃早餐 對 所以我們要減肥 可以把握這個原理 什麼原理呢 像把這種高級這些東西 有沒有 高級這些東西 高級 高級 把這些東西拿到早餐來擠 就是米飯或者是水果這種 有糖分的這種東西 我們在早餐 像一個倒三角形這樣 早餐最大份 中餐一半 晚餐一點點 聽懂嗎 然後把那個比較 不會讓血糖上升太快的 比如說像蔬菜 像蛋白質這類的東西 正三角形的吃法 什麼意思 早餐一點點 中餐一半 然後晚餐可以吃多一點 那這樣的話 你全部的滿足 一樣的多 吃的是一樣的多 可是因為這個身體現象的改變 早餐那個吸收率消化率降低 你這樣的熱量吸收會減少 這樣長期下來 還是會有減重的效果 我分享有一個醫生他的做法 因為那個醫生他說他發現 就是一般人來講 你叫他比如說 已經累了一整天 都不吃主食 他會覺得餓到發慌 所以他自己的做法就是說 他發現最能忍過 他過去會最容易遺忘的 其實是中間那一餐 因為他說現代人的生活模式 會以他看整 看…可能下午一眨眼就過了 對 所以他比如說 他等於說把兩餐 一餐變成兩餐吃 什麼樣子呢 就是說他中午的時候吃 就是一大堆的 包括他的什麼番茄 他的芭樂 就是中午可能就是掃食 然後把真正的主食 中午可能本來可以吃 因為你如果是分兩餐 可能他半碗 他半碗對不對 可是你把那個半碗 留到晚上的話 晚上就可以吃一個完整的便當 因為他其實中午已經被掠過了 他用這個方法 其實他說他三個月 他也大概瘦到快八公斤 然後就覺得這樣子很好過 可是有些人就說不是 可是你們不是說 依據胰島素的分布方法 這個澱粉就不應該在晚餐吃嗎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特色 就是你要看你個人的生活型態 做希望 因為你會餓的 你就是不能說我的胰島素 我要放在早餐 所以早上吃 沒有 像他說 他發現他是不耐餓的人 他就是可以忽略的那一餐 掠掉他的澱粉 他就把那個澱粉放到 這樣子其實他說很好用 這也是一個觀念對不對 但是不管如何 大家要記得 健肥 再也不要說不能吃澱粉 等一下… 我還有一句話要送給大家 我為了你們今天的節目 做了一首打油詩 來… 注意聽… 來… 若要健康3B8 少吃多動閉嘴巴 對 這很對 但是還沒有 今天的主題 吃得好爽 肥皂鹼 抗性澱粉 瘦飯天 這樣子 瘦飯天 瘦飯天 對 因為我媽說怎麼樣吃澱粉 能瘦飯天嗎 看看澱粉瘦飯天 漂亮 這也是為我們做的最佳的助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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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